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从今天开始,标书给大家讲《试说新语》的哑量篇 什么叫哑量的? 哑量就是指宽广的胸怀,淡定的气度,优雅的涵扬 就是魏晋时代,有很多名人为人处事,气度和涵扬都是非常之高洁 今天讲哑量篇的第一章《雇雍丧子》 这个故事就是讲雇雍丧子,但是迅速能够从悲伤中解脱出来 先跟标书竹子竹句解释原文 豫章太守,顾绍是雍之子 豫章太守,顾绍是雇雍的儿子,绍在郡祖 顾绍在豫章郡的时候,死楼,雍圣吉辽蜀,自围棋 有一次,顾雍在家里聚集了自己的一帮下属 圣吉开了一个盛大的宴会 聚集了好多好多的下属 亲自和大伙下围棋 估计搞一个团建活动 围棋比赛,外起兴致 门外有下人说,哎呦,老爷啊 豫章郡啊,有人送信了 当时交通不是很便利 在外出差的亲人,沟通主要是靠这个书信来往 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啊,有一次这个书信来往 这个家书啊,非常重要 而无而书 这个豫章郡啊,就是自己儿子做官的地方 每一次有人送信过来 肯定第一封信啊,是自己儿子的书信 可是这一次啊,翻了很多书信以后 才发现,哎呦,没有自己儿子的书信 这是怎么回事呀 一定是出事了 所以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 雇佣当时啊,正在下棋 一看,没有自己儿子的书信 完了,一定是出事了 他虽然脸色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啊,心里已经明白 一定有事了,非常危险了 一抓,掐掌 当时啊,这个手指啊 掐着自己的掌心 因为当时心里非常难过 掐得非常重 以至于掐破了 血流沾入 这个鲜血啊,已经躺了出来 沾染了他做的,这个做褥子 古代人啊,是做了个榻榻米 榻榻米上面啊,比较硬 一般会垫一个垫子 宾客,集散,方探约 等一帮宾客呀,都下完了 骑,都走了 这个时候啊,方才感慨到 已无严林之高 岂可有丧民之责 哎呀,我呀 确实是没有严林继子啊 这样的,哎,高明 但是,我岂能犯丧民之错呢 哎,这是两个典故 严林之高啊,是一个什么典故呢 这个春秋时代啊 吴国的纪扎 哎,是非常有名的民事 这个纪扎有一次啊 到齐国访问 回城的路上 他的儿子,哎,生病死了 于是啊,就就近 在迎搏之间下葬 这个纪扎呀 虽然下葬的非常简单 而且也只哭了三遍 但是呀,他整个葬礼 做得非常合乎礼仪 纪扎当时说呀 哎呀,我这个儿子啊 他的骨肉重新啊 归于尘土 这是他的命呀 但是,他的灵魂呀 无处不在 这个高,就是高尚的意思 就做得非常洒脱 哭了三遍,就不哭了 丧民之则啊 是一个什么典故呢 这个礼记上记载呀 孔子的弟子子下呀 死了儿子以后啊 天天在那儿哭哭啊 哭哭,结果把眼睛给哭瞎了 为人非常之消沉 这个时候,孔子的另外一个弟子 曾子啊,过来看紫下说 你呀,这个做得非常不对呀 你怎么能够一直哭呢 你应该保重身体 来来来来,跟我回鲁国呀 咱啊,编写论语 做一点有用的事情呀 老在那儿哭哭啥呢 不就儿子死了吗 我知道你伤心 但是啊,你也不能够一直消沉下去呀 于是啊,紫下 勃然顿悟 跟着曾子回家 开始编写论语 紫下的水平非常高 据说啊,论语啊,半本书都是紫下编定的 这个雇佣说的意思啊 就是说啊,我虽然没有啊 这个严林济子啊,那么高尚 做事情做得那么妥贴 那么洒脱 但是呀,我也不能够啊 像紫下一样啊 就此消沉下去啊 我要重新振作起来 于是 祸情 散哀 颜色 自若 就是很快呀 就把自己的哀痛 给消散了 脸色呀 非常的 轻松自然 然后跟标书完整的解释原文 豫章太守顾绍 是雇佣的儿子 这个顾绍呢 在豫章上班的时候啊 因公殉职 有一次啊 这个雇佣啊 在自己家里啊 聚集了自己的很多下属 在那儿搞一个团建活动 围棋比赛 亲自下围棋 这个时候啊 这个门外的 这个门童啊 过来报信说 哎呀,老爷啊 豫章那儿啊 送信了 一两个月啊 送一次信 大家都非常重视 可是呀 这个雇佣犯来犯去 就是没有自己儿子的信 这不对啊 儿子每次啊 这个信使来的时候 都会写一封亲笔信 这次没有 一定是出事 知道大事不好 虽然啊 他的脸色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啊 心里已经知道原因了 非常之 哀痛 当时啊 用手指掐住自己的掌心 掐得非常重 以至于都流血了 这个血流到 自己坐到榻榻米上的 坐褥子上了 过了一会儿 所有的宾客呀 下完围棋都走了 雇佣这个时候啊 方才感慨道 哎呀 我呀 不可能有严林继子啊 他死了儿子以后 那么洒脱 那么高尚 但是呀 我也不能够像子夏那样呀 因为死了儿子 一直悲伤 一直悲伤 哭瞎了眼 以至于消沉下去 于是 他很快 长输了一口气 非常豁达的 消散了他的哀痛 脸色轻松自然 和没事儿一样 这个就是 顾庸的哑量 最后再跟标书 完整的朗诵一遍原文 豫章太守 顾少是雍之子 少在郡足 少 圣己了属 自为其 外 其兴致 而无儿疏 虽 神气不变 而心了其故 以爪 掐掌 血流 粘入 宾客 其散 方探曰 以无 严林之高 其可有 丧民之责 于是 祸情散哀 颜色自若 每天跟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 读懂 天下之书 谢谢